那么更多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的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研究员杨夕宇先生给我们做详细的点评和分析 杨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 我们看到日本是不过韩国的多次交涉和反对坚持要将韩国要移出贸易便利的白色清单 那么日本态度这样的一个坚决那究竟它是处于什么样的目的 那另外对于日韩关系的接下来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您看来 应该说这次移出白名单呢原因远远不是日本政府所解释的那样 就是说韩国对于出口管制不利所以把它移出白名单 这绝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因 更重要的在于什么呢 就是日本这次移出白名单表明的是日本对韩国之间的两国关系的政治安全定位 有了一个重新的考量 比如说这次你刚才提到了 把这个新的细则把出口对象国分为ABCD四个等级 A等级的国家 原来这个韩国是属于白名单里面的A等级国家 A等级比如说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 我们看这都是日本在政治安全上最密切 也是认为自认为最可靠的国家 那么把韩国给拿出这样一个名单放到B类 B类叫做一般特别一览的许可国家的这个名单 这样的一个国家在政治安全定位上就显然不如这个第一类的国家 因此这个首先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信号 就是在韩日关系持续恶化的情况下呢 日本不顾韩国的一再的这个呼吁 那么下居心干这件事其实这是一个政治决定 而不是一个贸易或者是出口管制的决定 它表明的是日韩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历史性的重新定位 那么这次人们都说日韩关系由于这一系列的摩擦 尤其是互提白名单的摩擦呢 使得日韩关系进入了1965年建交以来的最糟糕时期 但是即便就如果把它提出白名单之后呢 我想即便这场风波过后 日韩关系也难以回到原点 难以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 那之前我们就看到韩国一直是表示 如果日本不将韩国移出白色清单 韩国将会重新考虑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那么韩国呢 它为什么会如此来看重日本的白色清单 另外在被移出白色清单之后 那韩国的经济又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实确实非常典型的反映出 韩国看重白名单这件事 那么日韩军情保护协定本来在韩国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一个事情 当时签署的时候 韩国就爆发了很多的反对声浪 那么在当前的日韩矛盾计划情况下 韩国依然愿意拿这个军情保护协定来做交易 反映出韩国确实非常看重这个白名单 这个白名单对韩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呢 实际上是意味着日本供应链的稳定性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韩国是一个出口大国 日本呢又是韩国排在中国美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 但是韩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很有意思 韩国对中国的贸易关系呢 韩国是处在巨大的顺差地位 对美国的贸易关系也是处在明显的巨大顺差地位 但是对日本它是常年处在逆差地位 比如说去年日韩贸易呢 那么韩国对日贸易逆差有240多亿美元 那么从这个结构我们能看出什么呢 就是韩国作为全方位的一个制造业生产国家 它能够大量进口日本的一些产品和材料 实际上表明的是日本的这个韩国的13大类的支柱产品和支柱产业呢 对于日本供应链的这种严重依赖性 当移除白名单之后呢 那么这个里面原来两国之间的贸易的便利化 就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过去是白名单 那么只要韩日两国企业签了协议 那么立刻就实施 但是剔除白名单之后进入壁垒了 那么任何一个敏感物象 都会受到日本政府的审查 而这个审查一审恐怕就需要90天 那么在这样这个一个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而韩国经济不稳定性增加的情况下 那么撤除了日韩贸易的便利化 把它进入一个审查时期 尤其是这个所谓白名单替出之后 所要审查的范围呢 非常之广 除了农林鱼这一类的产品之外 都有可能落入所谓军民两用物项的审查 因此这样的一个措施实施之后呢 重要的不在于有多少产品被禁止 或者被审查了 重要的是在于 这个被拿除了便利化的框架之后 它给韩国经济进口产生的 严重的这个不确定性 那么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呢 显然对这个韩国的支柱的出口产业 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这也是韩国极力要挽救这个白名单的原因 好的 谢谢 谢谢杨先生的分析和点评